韩国总统影席月宣布戒严令之后 主要的反对党发动反制措施 民众也聚集在国会前来抗议 来自首尔国会的资金状况 刚刚把时间交给韦红 好 东森新闻团队呢 现在是前进的南韩的首尔 来直集在这个影席月 戒严又戒严之后呢 现在韩国的名气又是如何呢 我们一看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位在韩国的国会 一场前的广场 可以看到现在在广场上呢 是聚集了许多的民众 而这些团体呢 就是韩国的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 可以看到呢 其实他们的议员官员 都是出来接连了发表演说 现场的民众可以说 情绪是相当的激昂 也相当的沸腾 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他们搜集的表演就是要求 南韩现任总统尹锡燕要来下台负责 其实呢我们侧面的来了解的是 其实尹锡燕自从上任在选前的时候呢 他们老婆呢其实就有出现收惠的情形 所以说呢他在上任之后呢 再加上内阁官员的失职跟失言 出包状况评评 所以说呢其实他们面临到的是 潮小野大的情形 所以说呢在国会没有办法取得支持 昨天的这个戒严呢就马上没有通过 那其实现在没有通过之后呢 现在在野党就认为说呢 尹锡燕现在是违宪的情形 而且呢也是造成了整个南韩内部的民心的动乱 可以看到他们现在站出来的诉求呢 就是希望尹锡燕能够下台 而在今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 有一份民调就显示 饮席院的支持度就已经跌破了两成 来到了大概百分之十八跟十九的支持度 而且呢整个不支持他的这个不支持度呢 是来到了七成这么高 所以说呢可以看到呢现在现场呢 所有的民众的这个情绪非常的高昂 收取的标语都是希望说饮席院呢 要来为这一次的这个戒严 又戒严来下台来负责 所以说呢在野党现在的诉求呢 就是要来弹劾总统尹锡燕 那后续呢东森新闻团队呢 也会实施在现场为各位带来南韩的最新情形 我们先把时间交换给台北朋友 其实经历这个检验风波之后呢 民众的生活步调虽然是依旧 但是呢在昨天事发消息一出现的时候呢 其实在南韩这边也是有造成这个物资的抢购潮 根据我们的了解呢 其实在超商超市的部分呢 这个罐头的抢购潮就在宣布消息之后呢 这个销售额飙涨到了330% 而且根据这个数据统计喔 其实采购的呢都是当时经历过1980年 当时戒严风波的 也就是现在是60几岁 50几岁的族群喔 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在当时1979年的10月的时候 总统呢遭到了这个中情局的官员呢 那这也是我们当时在南韩街头的直几发现 以上就是我们的老套向最新奇形引擎 南韩在六个小时之内戒严又解言 人在南韩釜山的台北市议员刘采薇 一早呢前往了当地的市场 他表示呢街景看不出有紧张的氛围 而当地人呢似乎是外国的游客比较紧张 好 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补山的一个市场 那其实今天我们早上的观察到 其实呢在当地的一般民众呢 对于这个昨天经历过戒严再戒严 等会儿乐围小时的时间 那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是没有太紧张的 所以早上在市场 大家该上班上班上课了上课 然后来采买 出来采买 这似乎大家看起来都很从容 那也没有过多的在聊这件事情 反正是呢包含一些房屋呢 有我们问一咖们的时候呢 他们也说实在是看出来 其实没有上次新闻媒笔上面 讲的这么样的紧张 所以其实我们在补山当地的观察 似乎是首尔紧张的氛围 还没有蔓延到整个虎山了 所以其实在市场上 大家被看到就是 现在大家都是闲聊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这个整体的氛围呢 现在大家都还是算蛮平静的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 也帮大家来搞到这个 朝鲜日报的这份报纸 那因为昨天呢 整个包含经历戒严再解严 时间是非常被奥晚了 所以呢 头版头有这个讯息 但是在二版三版 其实都还来不及上偶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房屋人员啊 也有跟我们聊到说 其实现在似乎是外国游客会比较紧张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有想象 在2024年的民主国家 然后会经历戒严再解严 那甚至呢 昨天我们也观察到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 外国游客啊对于整个世界 他们反而是反应比较大的 那反而是本地员呢 认为可能我们是接收到一些假讯息 又或计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日常 就他们来说其实都会有太大太大的一些影响的 那这就是我们在补校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哦 但是呢也因为现在这个男孩所后引起越卡的取动哦 对也让这个合拍的最大公会各不有了一些取动 今天呢他们就宣布要无期限的来罢工 不过目前我在补校都是还没有观察到罢工的一个现象哦 像在菜市场啊 不含卖菜的人都过去调卖一看 不知道速记刚刚在一些商店街也都是正常电源 更外语都正常电源的一些的状况 是我们在补校第一首关查找一些想 南韩总统尹锡悦呢在宣布了戒严之后 南韩的国会呢随后迅速投票 就通过要要求戒严 南韩最大的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的主席李在明 如何从中扮演关键力量 首尔宏大街道4号一早天气相当晴朗 生活一切看似正常 但三号晚间总统尹锡悦 突然向国民宣布实施紧急戒严 可是把当地韩国人给吓坏了 当时看到就有点蛤 就是很问号 因为他新闻就是说 韩国宣布戒严 就只讲这样 然后也没有确切说 要实施什么要实施什么 所以当时其实整间餐厅里面的人 大家都很紧张 用餐到一半 手机萤幕跳出各大新闻推播讯息 且向新闻特报全国戒严 让用餐心情大受影响 大家就是突然就某个瞬间 大家就开始拿着手机 然后这样 大家就很紧张 但是很明显的看出来 大家的一脸就是很问号 但是没过多久之后 马上又解除了 日常生活上 昨天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大家都很关注 因为这跟之前比起来 什么北韩射飞弹比起来 然后更严重 因为是我们内部自己 韩国内部自己宣布戒严 半夜就还有人不睡觉 然后就跑出去外面看这样子 突然的戒严令宣布 民众不止紧张 无来由的政策宣布 更让民众感到气愤 以我们公司来讲 大家会觉得说 就是很傻眼 觉得在捉弄我们的感觉 怎么会突然宣布戒严 然后突然半夜突然又戒严 这样子就觉得 就觉得是脑袭 这位总统 隐行院一声令下实施戒严震惊全球 根据外电报导 超项民生用品需求暴增 罐头类食品销量更飙降330% 经过调查 消费者多数都是经历过戒严的 50到60岁民众 男人民众物理看花 只希望生活尽快回到正轨 昨天晚上今天在南韩这一期 根本无预警的这样的一个戒严状况 一出虽然说六个小时之内结束 但是已经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动荡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在南韩街头就已经出现了 这样大规模的抗议 而这一次发起这样抗议的组织 是南韩当地最大的工会组织 叫做全国民主劳动总联盟 这个联盟下面 一共有110万名的会员 他们现在呼吁说 所有会员都应该要即刻罢工 直到尹席月请辞为止 因为实在他们太愤怒了 因为这样的状况 其实马上就影响了所有的民生 但是尹席月却没有办法 给出一个合理的交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怒火在街头燃烧 尤其是当初尹席月在戒严令当中 其中的几个项目当中 一个项目似乎就是针对医疗人员 他们要求 所有的医疗人员都必须要 在48小时之内回到的自己的岗位 那么华界就笑说 这仿佛就是在解决现在的 医疗大罢工的问题 用军法来解决 似乎就是要解决着提出问题的人 而不是解决问题 所以很多人都说 影席月现在这样的做法 非常的粗糙 街头上目前出现了 这样子一个怒吼的状况之下 很多一般民众更是非常的莫名 因为影席月今天上午就取消了 整个所有的行程 而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就说 总统昨天说要戒严 今天早上就放假了 结果男孩人说 反而我还要上班 今天在男孩街头 可以看到各大布告栏 所有的报纸当中头条 都是在报道 昨天晚间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可以看到这个报纸不仅用标题 照片也是昨天在国会这边 警民冲突推挤的这样的画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段画面则是昨天深夜 影席月透过电视的播出 来告诉外界说 这个戒严正式取消的画面 现在所有的民众都不买单 因为目前整个戒严 冲击的范围实在太大了 包括说现在外媒已经点名说 包括外交以及金融地位 目前这样子非常动荡的状况 所有的评比都会扣分 甚至有智库表示 目前影席月的这个动作 把她自己是推动到 弹劾的最后一根稻草 还说影席月的现在的这个行为 是绝望又危险 不过我们进一步来看 刚刚提到的说 这场戒严其实引发了 整个蝴蝶效应 全部都四散开来 第一个受到冲击的 当然就是股会市了 昨天晚间的这个时间点 大约差不多就是在 美股开盘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的 所有美股相关的 包括南韩的ETM 以及像是LGKT等重大公司 他们的跌幅都超过3% 甚至最惨的重灾区 就是在韩元兑美元 跌到了两年半以来的新低 当时一美元兑韩元 是来到了1430.82韩元 我们可以看到 影席月这样子 看似仓促的一个举动 目前其实包括金融 外交等各个方方面面 都必须要帮她来收拾烂摊子 以上是本节推广话题 把现场交给朋友 内容